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在这之后 还有一位像岳王一样懂得奋发向上的大王 那就是秦国的秦孝公 但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却不是秦孝公 而是他手下的一位得力的臣子 商鞅 这商鞅本来是魏国丞相手下的一个小官 他很有才华 但是一直没有发挥能力的机会 魏国的老丞相发现了商鞅的才华 但是他已经病得很严重了 于是在他去世之前 就把商鞅推荐给了魏惠王 还不断地叮嘱说 这个年轻人很有才华 能够当丞相 如果大王不把他封作丞相 那一定要把他抓住 免得他跑去帮助别的国家 魏王听了之后 却一点都不在乎 他说 老丞相 你不会是病糊涂了吧 这商鞅是谁 没听说过呀 他有什么本事能当丞相呢 所以 等老丞相去世之后 魏王也没有让商鞅当新的丞相 哎 真是太可惜了 而这个时候 秦国的秦孝公当上了大王 为了让秦国变得更强大 他颁布了这样一个命令 凡是有方法可以让秦国变得强大的人 我就让他做大官 并且给他封赏 商鞅听到秦国要找有才华的人 很是高兴 心里想着 现在懂得欣赏人才的大王真不多见呀 秦国的大王竟然这么有诚意 我决定去他们那里看一看 于是 商鞅跑到了秦国来 他恭敬地把自己治理国家的方法递给了秦王 秦王看了之后 十分高兴 认为终于找到了自己要找的人才 他拉着商鞅一起坐下来 虚心地向商鞅请教 应该怎样做 才能够让秦国变得更强大呢 商鞅握着秦王的手 坚定地对着他说 大王 时代变了 治理国家的方法也要跟着变 要是真想让国家富强起来 只有采用新的作法和法律 秦王对商鞅的说法很满意 于是 就按照约定 让商鞅做了大官 负责制定新法律 秦国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变法 可过了很长时间 商鞅却迟迟迟不颁布新的法律 秦王觉得很奇怪 于是派人去问 大人 您现在都已经写好了新的法律 为什么还不颁布呢 只见商鞅摆了摆手 之前国家颁布的法律经常变来变去 百姓们都不相信新法律 我要先让百姓恢复对国家的信心 国家有了诚信 说到做到 百姓才会好好地遵守新法律 这样变法才能顺利 几天后 商鞅带着手下来到南边的城门 他让人把一根大木棍竖在城门下 很快就有一群百姓好奇地围了过来 商鞅对周围的百姓说 今天谁能把这根木棍从南门搬到北门 我就赏它十两黄金 大家一听这话 纷纷交头接耳 窃窃私语 这话真的还是假的 假的吧 这么一根木棍 一个老人家都能搞定 这不等于白颂啊 大人这话可是当众说的 朝廷说的话应该不会不算数吧 谁知道呢 这些大人说话总是变来变去 不会是想看咱们老百姓的笑话吧 商鞅看着大家都在讨论 就是没有人站出来 又继续喊道 大家嫌少的话 我再多加四十两 谁能搬到北门 我就给他五十两黄金 商鞅这么一说 有好些人就站不住了 但是大家又害怕被骗 都搓着手在纠结着 到底要不要去试试呢 这可是五十两黄金呀 两辈子都用不完 众人你推我 我推你 推了半天 终于走出来一位壮汉 他弯下腰 扛起这一根木棍 静直地走向了北门 其实那根大木棍也不算重 只是一根大一点的扁担 基本上人人都能抬得动 壮汉大步的向前走 大家伙一路围观 有的人期待 有的人嘲笑 还有的人就是来看热闹的 结果一到北门 这汉子刚把木棍放下来 商鞅二话不说 就把装着五十两黄金的盘子送到了他面前 大家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傻了眼 还真给钱呀 不少人后悔的直拍大腿 哎呀 就这样白白错过了赚钱的机会 这个时候商鞅大声地宣布说 咱们国家就要实行新法律了 只要大家按照新的规矩办事 每个人都有得到奖赏的机会 但要是违反了 我也一定会处罚他 我说到做到 就这样 百姓们对国家又有了信心 都按照新法律来做事 变法的过程十分顺畅 这些新法律也让百姓们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你看 新法律说 生产粮食和织布多的人就可以不用去当兵 也不用再给国家上缴额外的钱 而那些因为偷懒 不去好好种田 织布 而变得贫穷的人都会被抓去受罚 这样一来 秦国的人们都十分积极地去干活 生活也过得越来越好 同时呀 商阳的新法律让人人都有机会当官 在以前 如果家里有人当官的 那么他的儿子 孙子都可以接着当官 而普通百姓根本就没有机会当官 只能够一辈子都是平民 商阳却一下子把这种情况给改变了 而且 商阳还会对立了战功的人进行奖励 士兵只要不断地打胜仗 自己的官职就能不断地往上升 还能得到更多的土地和房屋 这对普通百姓人家来讲 简直就是一个大好消息 于是 大家为了能当上更大的官 都好好训练 秦国军队的战斗力也就大大的增强了 推行变法后 商阳果然是说道做道 无论是普通百姓 还是达官贵人 甚至是太子 谁违反了新法律 都一律要按照法律来处罚 魏惠王看到秦国变法之后 变得十分强大 他生气地骂着大臣们 秦国变法多成功 再看看你们 真是没用 大臣只好告诉魏王 大王 不能怪我们呀 其实在秦国变法的人 就是之前老称相推荐的商鞅啊 魏王当场被气得说不出话来 秦国在商鞅的变法下 生产出了许多许多的粮食 军队也越来越强 不久 秦国进攻魏国 顺利地把魏国给拿下了 秦王为了感谢商鞅 奖励他许多财宝呢 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 一下子就成为了战国时期 最强大的国家 小朋友们 你们看 商鞅为了让百姓 相信国家的新规定 下了多大的功夫 诚信是十分重要的美德 只有说话算话 才能让大家相信你 所以小朋友们 一定不能说谎哦 答应别人的事情 一定要做到 不然失去了诚信 大家就不想和你交朋友了 好了 这一期我们了解了 商鞅变法的过程 下一期我们再去看一看 屈原投江的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了